然後網友就開始在底下留言說 天啊 短鏡這麼驚訝 會不會她是阿姨 然後就開始刷一排 金阿姨 金阿姨 OMG 就其實我年紀也沒有跟姜貴差很多 真的 大家就是 我是開玩笑的 笑到你們了吧 比賽前的話是在Twitch上面會直播姐妹們的應援練習 但是那個時候常是我自己 我自己處於一個剛吃飽啊 然後我不敢花太多力氣 因為我怕待會到了正式的時候會沒有力氣 所以大家可以在直播上面看到我最懶散的一面 平常在球場上看到的都是最勤奮的一個喔 賽中的直播其實我有先做功課 因為想到自己要上去 哇 推去直播耶 怎麼辦 專業的球評他們都會講很多很認真的東西 小翔還在繼續嗆我 但我跟你說我真的把每個球員都在那邊Google查了一下 雖然我真正在轉播上沒有講那麼多 但至少心裡是比較安心的 而且我很喜歡講 現在走上 現在走上打擊區的球員是背號幾號的誰誰誰 然後 或者是現在是一號三塊 然後幾個出局數 我覺得講這個東西很好玩 所以很希望還可以再過去 小白其實人很好 他很怕場面乾掉 所以小白都會一直跟我講很多話 有時候是講現在戰況如何啊 然後有的時候 他真的太好了 他還誇了我很多東西 然後我就一整個尷尬 不知道該如何回 我就 我就不自覺的這樣 然後可是 可是點完頭就想說 不對啊 現在只有收聲音耶 沒有畫面 因為畫面是在球賽轉播 那等到我想到的時候 我就想 如果我過了很久才講 對啊 大家 大家 大家會不會想說是哪一怕的 對啊 我昨天是第一次 那其實我也有先在家裡做功課 看一下網友的留言是什麼 然後我昨天第一次上去的時候 其實很緊張 我是手心一直冒汗 因為我就很怕我講錯話 然後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因為昨天那個小白就有提到說 詹子賢都會叫我金媽 就是金阿嬤 因為我就是比較早睡的人 所以詹子賢都會叫我金媽 然後他就提到說 欸你知道那個球隊的江坤宇年紀很小嗎 我說有多小 他就說他是2000年出生 我就 兩千年 但其實我是一個很就是很習慣做效果的人 然後網友就開始在底下留言說 天啊短鏡這麼驚訝 會不會他是阿姨 然後就開始刷一排金阿姨金阿姨 OMG 就其實我年紀也沒有跟江坤宇差很多 真的 大家就是 我是開玩笑的 笑到你們了吧 小翔一直在後面給我拔布 很開心 喔怎麼辦 我整場 整場 採訪都很受干擾 謝謝